管我 没那么容易 是吧 还是送我回家 我自己 能走 谁还要喝 我再喝 来 谁 师爷 我是你的朋友 我是你的贵人 来给你送喜来了 送喜给我 你不是想做严恒吗 是说想 连牌匾都做好了 可就是开不成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严隐官府查 我就完了 吃严 来 请收好 这什么东西 严隐 钦差大人让我送给你的 让你明儿到县阳 注册备案 为什么 真是严隐 我还真碰到贵人 我碰到贵人了 碰到贵人了 遇到贵人 我又发蛋财 我再遇到贵人了 发蛋财 我再遇到贵人了 这儿 哪儿你和嫂子 秦柴大人 秦柴大人 今天准备上哪儿啊 今儿啊 哪儿都不去 坐堂工干 坐 你 你 你坐着 还是你坐 你看看 我这工务还挺繁忙 蒙不透 升堂办案 我 吹吾 吃药祖拜见两位大人 迟到掌柜的今天来 是状告何人哪 两位大人哪 我吃药祖呢来到县衙 第一不是告状 第二 也不是打官司 我来这儿是备个案 开一家银行 要做严生业 好啊 我们吉莫好像还真缺一个严商 你想当严商 有严隐吗 对啊 有严隐吗 我是个奉公守法的人 如果没有严隐的话 怎么能够开严行呢 请大人过目 他们的严隐 看来的确是有官府的凭证啊 伍大人 你来瞧瞧 有没有假呀 这个 这个 假倒是不假 我就奇了怪了 蚩耀祖 你怎么有这个眼影呢 神仙给的 是贵人让我开眼行啊 神仙给你 看来蚩大掌柜的你是入道 好啊 我得恭喜你 等等 道长 这眼影我认得 你认得 怎么可能啊 是人家蚩大掌柜家的眼影 你怎么可能认得 这是我家的眼影 我们家实现的眼影 什么 你们家眼影怎么会在我手上啊 你穷疯了吗你 自己开不了眼行 看到别人开眼行你眼红啊 什么都是你的 你是不是也觉得 蚩牙大唐都是你们家的 苏姐 没有我说话的 你是谁 傅公子 你说这个眼影是你家的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我家的眼影上面 有暗记 有暗记 不 这 这 那 直大掌柜的你家的眼影上 有没有暗记呀 哎呀大人哪 你说 官府的阎影怎么能有暗记呢 没有 这就有意思了 你说有暗记 你说没有暗记 这不就成了官司了吗 对 今天你说不打官司 这怎么弄着弄着 又成官司了 喂 孟若水 我问你一句啊 你不是说 你家阎影有你们家暗记吗 暗记在哪里啊 暗记什么样子 拿出来看看呢 我家的阎影 平时是看不出暗记的 但是只要把它浸在 盐水里面 就会显出梦记两个字 是 那好 拿盐水来 赵 而且能不能够 然后它们卖 去 担任 你不可以 那你不想 那你不想 你不想 去 你不想 去 去 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 你家的眼影上面 怎么会有梦记二姿 吃药组透露我们家眼影 还请你秉公执法 等会儿 你先别说话 吃大掌柜的 你现在有什么话 想跟我说吗 我遇到贵人了 秦差大人他显灵了 他送给我的 让我开盐行 他还说让我 让我做盐商 可以发大财 所以他 是贵人吗 遇到贵人 那好 那就让贵人来一趟 我们当堂对峙 这 我在街上遇到的 就是不见了 是吧 那好 那我们也只能 让秦差大人 从墓里出来一下 你详细地去问我他 我 我 你 冤枉 你还不从事招来 这个眼影怎么回事 从哪儿来的 是不是你偷来的 冤枉啊 大人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啊 我贵人相助 怎么会冤枉你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所谓的贵人 是他设了一个圈套 让我自己往里面钻 让我自偷螺网 那个天杀的贵人他骗我 持药族 公堂之上你信口思荒满嘴谎言 来人呢 把他抓起来 把持药族押入大牢 不要 然后 就 把你搞的 有 冤枉 在那里 到那里 我们 在那里 给你们 只要你放我出去 先许 你还是好好想 那个贵人吧 你不要走 好了 你不要走 你放我出去 你放我出去 我愿意吧 兄弟 你放我出去 怎么把他给弄进来了 他遇见了个贵人 结果那贵人把他给坑了 他进来反省反省 兄弟 你跟道长说一声 给我过一样糖吧 哪怕提出去 打顿板子也好 这个牢里闷得 除了吃就是睡 不好玩 没事 现在要是闷了的话 可以跟池大掌鬼聊聊天